笼罩子服陈维尹优秀阴影。夏和熙因这世界开心结。 夏和熙,作二,新书庆功会,好友相挺。 图记者吴伟书社,2018年3月10日。 一人夏和熙金,酒,日出席,我,和我自己夏和熙庆功签书会,受访时,聊到新路发展点滴。 他坦言因为子服陈维尹太优秀,他总是对外界三间七口两人关系,直到去了美国他重感冒发烧五天,还有一耳几乎听不到,人生的不熟的他在陈维尹强力救援下,找来求团医生帮忙看诊,终于好转。 那一刻,他忽然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,两人就是家人。 夏和熙 夏和熙从谈话性节目大学生了没出道以来,花美男的外形加上搞笑不做作的个性,身受粉丝好评,在外面总是扬起笑脸的他坦言。 我一直以来都有在看心理医生,不是说真的有什么病,因为失眠很严重,想找人聊聊。 他透露为了签书会,前一天晚上脑袋不停转动,一下子担心没粉丝,一下子担心谁知道,睡眠品质自然不会好。 他提到有个优秀的子夫压力真的很大,有些亲戚看到你,开口第一句话问子夫在哪里,不然就是有没有签名球。 小乐一起相挺,自曝与夏和熙从小就认识。 图记者无为书社,2018年3月10日。 他透露与陈伟隐相处就如同一般家人,子夫与他们同住时,自己赖床会被他掀背,洗澡还会被他偷开门恶作剧, 他去美国为了节省时间还会请陈伟隐帮忙排队,排完才忽然想到,他是陈伟隐爷。 我胆子怎么这么肥? 他坦言其实有几年对于子夫的优秀产生压力,他,陈伟隐,是看了书才知道这件事,他一直觉得我做得很好。 现在的夏和熙已调整好心境,不再对外界必谈子夫。 夏和熙再演一圈多年,签书会上多年好友都来了,包含张艾亚、小悠、黄乔鑫、Napple以及小月无思贤都现身相挺, 他在台上受访时看到粉丝热烈支持,一度哽咽。 新的一年除了著作,他还透露有可能会发行EP,会照公司规划,希望笑乐推出新珍级大卖,这样公司才会有盈余帮我发EP。 说完现场笑成一片。